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,我是小马 今天给大家讲解BuddleStrap的表格基本使用 首先先看一下今天视频的知识点 BuddleStrap给我们提供了几种表格显示的基本样式 我们来注意看一下 Table是显示标准的表格线 Stripped是进行隔行高量背景显示 Boulder是显示表格的边框线 Hardware是显示鼠标的移动时间 动态显示表行的背景色 Condensate是表格内容的紧凑显示 然后BuddleStrap还给我们提供了几种高量显示的方式 我们通过这几种方式的设置 可以达到某一个表行 或者某一个表单元格的高量显示 这些内容都会在马上的例子中进行详细的讲解 这个网址是BuddleStrap官方网站对表格使用的详细的描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照一下 然后今天的原代码会放到Kin中国上 好 接下来咱们开始今天的例子 我在这里已经提前定义了一个标准的表格 咱们大概简单的看一下 首先有一个表的title 然后是一个表头 紧跟着是一个表内容 表内容也非常简单 有这么六行 然后每行有四列 好 咱们先简单看一下 现在这个表格的具体的显示的方式 OK 出来了 BuddleStrap给咱们默认的打上了表格线 而且呢 表头部分呢 相对是一个粗一点的表格线 看起来非常的美观 接下来呢 咱们再加一个隔行高量显示的属性 看一下是个什么样的显示效果 Stripped 好 运行一下 好 效果出来了 非常的不错 咱们大家看到一三五行的背景色 已经被高量显示出来了 这样呢 看起来表格比刚才更加的美观 然后呢 咱们给表格再加上一个边框线 看一下是个什么样的效果 Boulder 好 运行 大家看到了 表格的上下呢 其实左右部分应该也有 是一个边框线的显示 这样呢 让表格看起来非常有整体感 感觉非常的不错 好 接下来咱们再加上一个Hawler属性 看一下表格响应咱们的鼠标移动时间 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大家看到 当我鼠标移动的时候呢 鼠标所在当前行的背景色也随之变动 让大家非常清楚我现在在哪一行 好 再下来咱们再做一个表格紧凑显示属性的设置 看看紧凑显示是个什么样的效果 啊 出来了 那么大家看到好像这个行高啊 行间距啊 比刚才确实紧凑了很多 看起来呢 也是非常的舒服 好 接下来呢 咱们再为每一个表行和单元格 进行一个单独的高量显示的设置 看一下是个什么样的效果 就李四这行吧 好 咱们在这个呢 给李四这个表的背景色增加一个绿色显示 咱们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效果 啊 出来了 看起来非常的美观 李四这个行被高量显示了 然后呢 咱们再在网5的这个位置上做一个单元格的特殊显示 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效果 咱们就用这个粉色显示吧 Danger 看看是个什么效果 啊 请稍等啊 Danger 好 看看是个什么效果 啊 出来了 大家看到也是非常的不错 网5的这个单元格被高量显示出来 好 接下来呢 我想给表格的两边加上一个鱼白 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效果 把这个整个表格放到DIV的container里面去 看看实际上的显示出来的效果如何 稍等把它拷备一下 好 好 咱们看一下实际运行的效果 啊 出来了 大家看到了 那个两边的鱼白已经能够正常显示出来 而且这个表格看起来非常的美观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录到这里 今天的代码会放到开源中国上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